Hello 大家星期天好 在这里呢 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换这个网文草的 这个换盆的这一个 所以很多人都知道网文草其实是很便宜的 但是如果呢 你照顾得好 就好像摩叫它可以长得很大片 它的叶子 所以呢 在今天呢 我要示范给大家看 怎么去换这个盆吧 所以我这里有三款的网文草 你看 都是很大片 它们买来的时候就是那么小盆 都变成那么大盆 所以呢 用什么意见呢 其实最关键就是它的泥土 换盆的时候换它的泥土 它一般上呢 我们从画布买的 就是这样小小一个的 然后它没有的 原有的这个泥土呢 一定要打掉 因为它只是用这个泥土 所以呢 是不能活的 很多人说买了一系统会死 那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它也没有换这个链土 那今天呢 我买了三款 这一个不一样的网文草 OK 所以 要示范给大家 换盆给大家看是怎么样 我这里准备了这个画盆 那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下 如果你换盆的话呢 就是尽量给它这个画盆 稍微大一个尺寸就OK了 不要换太大的尺寸 这个稍微大一个尺寸就OK了 OK 所以我这个盆先放一遍 OK 所以现在呢 今天我用的这个链呢 我是用这个Shamlock的 Shamlock的这一个 配桶 那它这个配桶呢 就很方便了 因为它都是一包这样的 然后呢 里面呢 是有这一个 Coco Hutch的磨的粉 然后呢 它里面 它有这一个粉类 它已经混合好了 已经配好涂了 之后呢 它有这一个 Brand的这一个 就是中油的肺料 就是在寻 在寻 中油的肺料 就是用来 配成的这一个呢 Bordainix的这一个 Organic Bordainix 就是配桶 已经配合了 那先导出来 给大家看一下 OK 所以我今天的分量呢 大概是三个桶 也不需要很多 OK 好 就是这个Bordainix 它里面就是 配桶 这个Shamlock买了 那之后呢 在这里呢 我要用这个Shamlock的 Organic Fertilizer 就是它的肺料 也是用这个 中油做成的 那大概是这样的 就用三个汤匙的 这个肺料就OK了 之后就混合 那如果你在家 要换盆的话 可以稍微买 就是到那种 商店买一个这样的盆 就好 那就弄完这样的地方 好 已经混合好了 现在我这个网纹草 看到了 所以脱脱的时候 脱脱的话 它跟汽车杯线还好 但是呢 它这个泥土呢 是不适合用于 这一个 你家的这个环境 所以一定要弄掉 这很多人说 不弄掉可不可以 其实是不行 我一定要弄掉 所以你不弄掉的话 它就碳石了 这个是比较少见到今天 因为我就看到它新来的 就是有这个辣椒的红色 所以我觉得蛮特别的 所以我就买了 不然我就是想 从一种 好 好 弄掉 好 总之就是把它弄干净 好 因为这种太迟了 所以我没办法弄再一下 所以我一定要至少弄干净 好 好 大概是这样 然后这里还有 可以 这个网门草容易照顾了 所以你不用怕拉脱了 所以泥土一定要弄干净就好 OK 除了这个 这个 有机的泥土 还有这个 有机的肥料 那他们还有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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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做到这一个 植物 防虫 保养植物的 这个功效 那 你看 就是这样摇一摇 摇一摇 之后呢 就喷在桶子 就可以了 你看 就是很容易咯 这个就是 Sam Locke的 这一个 有机 页面肥 也可以做到防虫的 这个功效 那今天呢 就差不多讲到这里 然后我们 下次再见 OK 拜拜